三峽国光断二期七年社会住宅开工顺利 预计112年完工 临近三峽北大国小还有老街商圈生活机能良好 预计新建户数915户 再加上国光一期241户 总计1190户 成为新北市最大的社群宅 主持动工典礼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很有信心 以此落实居住正义 大家充满着期待 也充满着居住正义 让我们年轻人能够有一个输出的好环境 新北市在109年去年 我们国光断的第一期 已经新建完成 现在在当中当中 请三百一拜 国光断一二期设宅基地为内政部营建署 以住宅基金购置土地 新北市出面协调新建设宅 以健康舒适乐活设计理念 将绿建筑无障碍 同用设计与智慧社区理念 融入其中 打造全灵化社区 尤其我在这里面一定会让我们安居乐业能够实现 有非流利的幼儿园 有托老 有托育 以及有庇护工厂 身心障碍 和资源关台单位 都会在这个地方 来满足大疆 所以这里面 立建筑无障碍 通用设计 所以标准的人本 环境要把它塑造完毕 另外国光断设宅 临近捷运山音县 市府也在附近新建公园 以及七条计划道路 其中两条道路 已经在去年十月启用 其他道路占不开放 配合设宅辟建完成后 全面开放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